自从沈一石死了之后 严党这才知道老沈的家底竟然早已被掏空 郑比昌和茂财心知肚明 抄沈一石家没搞到钱 自己肯定逃不脱 他们就想了个招 从胡东县老家找来几个徽商 拿着杨津水开沈一石公司破产重组招商会 杨津水表面上配合郑比昌和茂财 但表态不知可否 被不明就你的郑比昌和茂财 和胡东县老家辉州财团 误以为得到了江南之道局的背书 然后郑和被采取强制措施 徽商们这才发现自己被套住了 第二十集开场这几分钟 给人一种以为自己看懂的 其实没看懂 以为自己理解了 其实不会运用的感觉 那么沈一石公司的破产 背后究竟牵出多少内幕呢 今天我们聊一聊 沈氏集团破产的余政 徽商们发现着了道 赶紧找杨公公求情 这一段给大家翻译翻译啊 我们几个也不是不明事理的人 道场规矩我们懂 不就是又要出钱吗 杨公公但凡有什么开支 我们尽力效劳就是了 我们给郑北山和莫财出了钱 没有孝敬杨公公是我们的错 徽商们这么想也正常 供应商筛钱给县管本来是常理 但就跟杨津水早前说的金句道理一样 有些设不上秤没有饲量重 上的秤一千斤也打不住 就冲你们刚才这番话 我能帮你们也帮不了了 现在这不是钱的设 你们啥也不知道还瞎仓和 沈一时都死了 你们知不知道意义何在啊 沈一时是替我资账局当差的 你们是不是暗中给郑碧昌和莫财 开什么事 你们的事情败露了 其实是被杨津水套住了 那怎么他会把每年十万匹丝绸 减为八万匹丝绸 你们的事情我已经知道了 还把每年进贡宫里的三万匹丝绸 减成一万八千匹丝绸 这真是笑话 宫里的年贡 他们也敢擅自削减 你们惹的不是我 你们惹到皇上了 更何况改道为商知识体大 不是一般的项目可比 我知道你们远比一般老百姓消息灵通 不然也不会来杭州接盘了 那是你们他妈的真的知道内心吗 什么他妈都不知道 还敢来趟浑水 找你们老乡去吧 可惜你们找不到 上面变天了知道不 改道为商的汤污案 惹家境爷爷生气了 策划了很多大人物 你们知道不 我给你们老乡一个面子 以后记得跟你们老乡 讲我的人情债哦 其实杨金水这会儿还没反应过来 真正的知识体大有多大 下面我们破除一下上帝视角 来看证明上何墨才被请喝茶 这一场主场官是 新任浙江巡抚 加改道为商3.0超盘手 赵不张锅 徐哥老高徒爱将 征集 陪传官是 谨因为十三太保 家境皇帝得利英权 朱七 现场监督是 江南制造太监 司理舰首席 女方最爱的干儿子 杨金水 赵征集领会上映 知道自己的任务 查案是其次 重点是搞钱 所以一开省就没浪费时间 值本主题 先单独审问郑碧昌 也不跟你废话 一句话 你就交代贪了多少钱吧 郑碧昌这个角色 虽然在通窝方面 瞻前顾后 虽然在改道为商2.0会议上面 对清流派的海瑞王用集 下不去狠手 但这种时候却非常坚挺 咬死不开口 显得比何帽才更加老于官场 所以郑碧昌这段没啥看点 唯一的看点 还是编导担心观众 跟不上剧情发展的节奏 故意安排这么一场威胁养金水 其实真是被请喝茶的高级官员 不至于犯这么愚蠢的错误 有些话不说比说要强 何帽才就有意思了 开口又大呼冤枉 不过他喊冤枉不是指煤炭 而是煤炭那么多 按照吉尼卫朱七的算法 这二十年浙江官场 共计摊的沈云石 至少一百万匹丝丝丑 折合市价一千万两百银 每年二十万两百银 郑碧昌何帽才这一届 在浙江干了三年 那就是一百五十万两百银 正合对半分 一人得七十五万两百银 按照何帽才的说法 三年一共拿了沈云石十几万两百银 而且多数用在了衙门开支上 这倒不是瞎掰啊 明朝的一大特色啊 就是衙门办公养办事员 需要官员自己贴钱 而官员工资又低啊 所以大量的依靠贪污收费来维持 何帽才说这里值得了三万两百银 而且大部分已经花掉 这一说就有出入 为什么双方的算法有这么大的差别呢 锦衣卫当然是看人下菜碟啊 在嘉靖爷爷没有明确指示 搞延党高层的前提下 就只针对延党基层发烂 把损失的一千万 全部算到浙江官场头上 就是默认延格老 小格老 以及延党高层不会贪 制造局不会贪 工理真工局 衣帽局不会贪 是你见女公公不会贪 当然更默认皇帝不会贪 这么算起来 双方的数字出入自然巨大 那么何帽才说的是否属实呢 让我们穿越回改道围上刚开始的时候 沈一时说自己卖油的粮子水疏头 钱都用来孝敬各位大佬了 还记得送师父农景的时候吧 女公公拿了两斤 严格老拿了两斤 小格老拿了两斤 杨金水拿了一斤 郑碧昌拿了一斤 何帽才拿了一斤 根据沈一时的遗书所说啊 这些年就只有胡中仙没有拿过他的钱 也就是说何帽才大致拿了九分之一的数 大约是十六万五千两百亿 根据前面锦衣卫报的账 说何帽才每年得了五十万两百亿 是他承认的三倍 如果按家经爷爷历来认可的六四分账 那么每年五十万里面 家经爷爷拿走了三十万 严党和司令舰拿了二十万 二十万的九分之一是两万多 三年就是不到十万 这跟何帽才说的数字还是对不上 如果按后来家经爷爷发飙 说他们那两百万振分一百万计算 每年五十万里面 家经爷爷拿走三分之一 也就是十六点六万 其余三十三点三万 归严党和司令舰瓜分 三十三点三万的九分之一 是三点七万两 三年就是十亿万多 很神奇跟何帽才说的数字勉强对上了 如果把司令舰 当然也包括养金水啊 那份算进家经爷爷名下 那最终数字跟何帽才所说 我三年里一共拿了神仙十几万两银子 就完全对上了 请各位观众细品这笔账啊 所以何帽才被请喝茶的有趣之处啊 就在这里 当然这个角色的设定也非常有趣啊 进他和正闭昌之口 观众才能看见很多真实案例当中 根本不会吐槽出来的信息量 为了帮助理解剧情 让我们直接跳到第31集的末尾 和32集开头的全剧名场面 如果力量型英雄 没头脑 何帽才所提供数字为真相 那么严肃把持朝政二十年来 其实一直是按照 嘉经分一百万 严党分二百万的比例执行 也就是传说中的 大明真正的户部上书 嘉经皇帝 二十年的战啊 白算了 不过这也正常 从分赞比例中 观众可以很清楚地看到 施力剑派系也拿了不少 而且施力剑 本来就是被皇帝 派到各个衙门当监督的 所以嘉经根本看不到真相 也很正常 即使他拿到了神仙的战本 也看不到真正的分赞比例 从何帽财的吐槽中也能看到 涉及分赞的每一个主要角色 比如首府严松 十里建女方 杨金水 这家立方官正比上何帽财等等 他们最后都有一大群办事人员 既然办事的经费 从分赞数字当中支取 那么办事人员也自然要从 主要角色的分赞当中拿好处费 哪怕最后烟茂牵巡言 收上来的五百三十万 二百三十万归国库 一百万入公布账 替家经代辞 预计从公布账本里给公里开支了 剩下的二百万也分了三条船 一条送去延松老家 一条送去燕茂清老家 最后一条也要运进北京城里来的 这部分就用作打点办事人员和平常开支 这部分平常开支 当然也要计算 朝廷中枢机构的办公开支 以及各部衙门的工资 被延党理解为二百三十万归国库 也就是说名义上 家经分了三百三十万 只是其中有一大半 被家经直属的办事人员花费了 朝廷毕竟是他租家的嘛 但家经并不这么理解 家经并不认可自己拿了三百三十万 家经的理解是 干嘛延党拿二百万 挣分一百万 还要挣感谢他们吗 从以上剧情可得知 平时二十年细水长流的细账 家经并不知情 巡言一次性收购了五百三十万两百银 属于大众账目 结果家经通过警卫的调查 轻松就弄清楚了巡言收入 五百三十万两百银的去向 也就直面了挣分一百万的事实 一个存在了二十年的事实 因此家经才有了收网的打算 他清算的不是巡言的账 不是改道为商的账 而是延党把持朝政二十年的账 假如延党没有把改道为商的猜死班长 假如延松没有脑 那结局或许可以不同 站在延松的角度看也很无语 过去二十年都是这么分账的 一直都是这个价 哪里有涨价嘛 你不要乱说 怎么今年就突然要命了 有没有找找自己的原因呢 是不是自己工作不够努力啊 这里其实就是延松没摆正自己的位置 钱不够分了就改道为商 改道为商失败了 难道还要让家经委屈自己 少来一点迁就延党吗 真要如此啊 那就真像家经所说的 我大明朝这条河道像是为他们修的了 再回到第二十集这里 剧终设定说 王庸吉的建德县距离杭州两天路程 海瑞的存案稍远 所以新来的这家巡抚赵真吉 根据圣旨 遭海王二位宪立会同审案的时候 海瑞赶到杭州也是深夜 古人日落而息 海瑞在虚实 也就是晚上七到九点才到 按理说应该歇一碗再审案 赵海王三人都是 欲望月背后的亲流派举监 赵真吉给海瑞王庸吉 安排了上等套房 又等了他一个时辰 本来就是想先跟他通通气 结果没成想 海瑞提前从高汉门那里 看过沈亿时的账本 确认了官场贪末皆始于内庭 所以打算利用圣旨赋予的长安特权 直接一波流推上高地再说 于是海瑞调灯夜省正闭上和墨财 让王庸吉通知赵真吉 赵真吉自然看热闹不行势大 但也被王庸吉逼得 亲自派人通知了杨金水 说可以去旁听审案 王庸吉的立场 赵真吉的官场套路 咱们以后再细皮 本集最关键的是海瑞审案这段戏 理论上说 之前正面上和墨财 串通倭寇井上十四郎 要置海瑞于死地 那么海瑞如果要公报私仇 就只需要拿捏正和二人通窝一事 就可以将其九卒一波带走 毕竟举国上下最敏感的神经 都拴在通窝这两个字上面 上到皇帝 下到黎民百姓 都很多鱼看到正面上和墨财 因通窝被告死 只是这样一来 正面上和墨财会觉得 反正都要猪脸九足了 自然把嘴巴逼得紧紧的 这显然不利于海瑞达到他的目的 因此海瑞在简短的审讯过程中 只关心两件事 一问正面昌 你们奉旨抄神医师的家 难道皇上问你们抄家什么结果 你们也说不清楚吗 这是说 你的意思是 是皇上让你把神医师的家长 卖个灰伤的 神医师的家长 该不该追脚回来冲归国库 二问何茂财 只问回天天 说你说的这个上面是谁 是不是指江南制造局 这两组问题 不仅把正面上何茂财 问的一句废话也说不出 更把旁天的阳金水杀破房了 道理很简单 甚至话里话外的意思 就是让清流的人去审案 让清流的人去洗牌洗资源 让清流的人将来操盘改道为商 控制江南财税重地 与阎党分庭抗礼 甚至可能在家境也要弯令的阎党以后 取而代之把持朝政 这是徐阶高拱张俊正们 我们以求的 作为交换条件 工理继续操作倒卖神医师家长 覆盖20年旧财 用别的财团代替神医师 继续替制造局卖命就是 阎党的正面上何茂财为了自保 趁机把神医师的家长 卖给胡宗仙的老乡 辉州财团 从此手里就捏住了胡宗仙的蛋蛋 不怕他再反水 如果胡宗仙接下来不听话 比如严肃让他不要着急消灭倭寇 那就把灰州财团 接管神医师公司的事情揭开 以中保私囊的罪责查办胡宗仙 大致形势就是这样 所以郑米昌回来海域的方式很巧妙 郑米昌早前被赵真吉 杨金水仅一位提审的时候 威胁过杨金水 并同时恳求赵真吉放他一马 然而他似乎忘了电视剧第一集开头 被打死的那个青天剑周云一 当初严党本来要借青天剑事件 把侵略的徐高章一网打尽 如果他们倒台 徐阶徒弟赵真吉就没得靠山 前途可选而知 党争玩到这种程度 赵真吉怎么可能手软放过郑米昌呢 因此在这二十集阵里 何茂才比郑米昌要硬气 后来郑米昌醒悟过来以后 反而比何茂才更硬气了 何茂才由衷地评价老郑说 我他们谁都不服 我只服你了 然而海瑞没有按套路出牌 无事功力与侵略的默契 不急着接过江南的支援 抓住重点以极快的节奏 把羊精水整破防了 羊精水都破防了 吃瓜群众却像 虫岸那个虾眼脑头一样 还在关心通窝 虫岸这个虾眼的脑头很有意思 也许是经常翻墙的缘故 他熟知皇帝太子 阎党清流之间的故事 却不知道眼前蹲着一个 几一位十三太保诸妻大婶 之后的两集 赵真吉 谭伦 海瑞 王庸吉 一起审问郑米昌何茂财 海瑞当着赵真吉的面问话 一改前面的风格 只关心毁的烟田 这就是海岗峰 海比架 海神剑 给出的标准答案 这个标准答案也不奇怪 我给大家再梳理一遍电视剧的逻辑 第一 第一集预前财务会议 议题是钱不够花 第二 安排浙江多产丝绸挣钱 粮食不够吃由零省调拨 第三 胡锋县下调预期 计划操盘三年改完 即所欲的四缓则员 第四 沈亿石算账 只能十弹一亩八弹一亩 钱财够用 后来剧情交代 沈亿石二十年的利润 都被相关人员弹干净了 第五 为了加快改道为商的进度 加贱买稻田 严实翻开脑洞回滴烟田 由正比商和帽财 哄骗活动线直属的马力远之行 杨金水是自行的 结果改道为商1.0 2.0都失败了 也就意味着回滴烟田白干了 还平白无故增添了 见得从安两县百姓 巨大的生命财产损失 而且还白费了新安江的修合款 因此不管怎么算 改道为商都是排名第一的罪状 原本还存在小概率可能摆平的 随着严实翻开脑洞回滴烟田 成为了绝不可能摆平的难题 也成了有时之事与贪污腐败集团 彻底决裂的导火索